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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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懺悔不懂 直到我真的是走投無路 當恩師上人講一句 小孩 你不用怕 恩師跟你加持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跟我一樣 當恩師上人講了這一句話 我的心好像暗了一百倍 我小孩子生病的時候 我兩個月沒辦法睡覺 我躺下去的時候就驚醒 滿身流冷汗 兩個月從78公斤瘦到那時候生下48公斤 今天如果沒有恩師上人給我這個機會 我也沒有說還能夠見在這邊 跟大家講我小孩子的事情 我小孩子那時候昏迷了 後來我真的走投無路 我就恩師上人給我感念 我就想說 我以前怎麼那麼笨 去這樣小孩子生病 就到處去求神問譜 花了好多錢 什麼都沒有用 可是我求恩師上人的時候 隔天 地上禪室的智客師常駐就 電話給我 說恩師上人要幫助我 請我什麼時候回來禪室 來用功 拜良皇 我求了兩次 真的很感恩恩師上人 都來幫助我 那有一天呢 我就看了這個恩師上人的這個 救度眾生的這個書 那我呢 就想說 這個小孩子已經這麼辛苦 那時候其實已經都 隨外清換 他已經眼睛腫了 跟牛的眼睛一樣 其實都是用紗布蓋著 他沒有辦法眼睛合起來 那時候跟他的身體移動的時候 他的骨頭已經都腫脹了 就是 沒辦法 手的骨頭 身體的骨頭移動 就會有咔咔的聲音這樣 是非常的辛苦 我就想說 別人的父母 怎麼這麼偉大 他可以為小孩子伴侶起來 拜佛 我這個做父親的 我也可以試試看 那時候我 兩個月了 我突然受了那麼多 身體非常的差 但是呢 我還是一樣 就牙緊牙關 就起來拜 拜 就這樣拜 有一天呢 在2003年的這個 中秋節的前一天晚上 那時候是禮拜四 雖然14年了 但是 因為我很感恩 是上人對我的救度 這一些事情 就好像才剛發生 所以我永遠都記得 小孩子呢 還沒有醒來 我拜完500拜 到樓上去看他 然後小孩子就念著 第三菩薩的聖號 那時候 我就非常的感動一直哭 然後我就 叫我同修起來 說你聽聽看小孩子在念什麼 他是念著 第三菩薩的聖號 是不是這個小孩子有救了 因為呢 恩師上人曾經跟我說過 你只要好好用功 配合 那如果哪一天有遇到貴人 這個小孩子呢 你就要聽醫生的話 重新做治療 我那時候呢 我那時候呢 雖然 不是很相信佛法 但是我不曉得 為什麼看到恩師上人 就一直哭 可是他講的話 我就是會做 那時候呢 我心裡面 有一件事情呢 是這樣子 以前老人家 常告訴我們說 造橋鋪路的功德很大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的兒子 這麼辛苦 得了這個病 拿了這些保險費 這是他好辛苦的錢 我怎麼 能夠再把這些錢拿來 當他的醫療開銷呢 我就把他拿來 做普渡橋的功德 但是真的說 造橋鋪路的功德 真的非常大 他呢 就這樣子遇到一些貴人 還有 本來他都不吃營養品 吃了就土掉 可是呢 當他醒來以後 他就 突然說 爸爸 你把師公叫我給我吃的營養品 通通給我拿過來 一個 一個三歲多的小孩子 他可能 那時候比我們大人 都還會 吞那些營養品 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議 那時候呢 我拜完地上菩薩 拜完五百拜的那一天 我就去看他 他醒來 後來他跟我說 爸爸爸爸 我本來要死掉了 是地上菩薩 做了一隻狗來救我 有好多魚 好多雞 好多動物要抓我 咬我 還有好多鬼 他說他好怕 他說地上菩薩 從天上 坐了一隻狗來 拿了一隻棍子 把牠們都趕走了 然後呢 他還指著恩師商人的相片 我說這是師公 他說不是不是 這個不是師公 這個也是地上菩薩 他說 這個地上菩薩 從天上飛下來 給他摸摸頭 他才沒有死掉 真的說 當恩師商人跟我們講一句說 小孩你不用怕 師父給你加持 那種心是多麼的安定 當這個小孩子 非常辛苦的時候 我來求恩師商人的時候 我看到恩師商人也一直哭 一直哭 恩師商人跟我說 小孩 那我們 能不能求一個健康的 可是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說不出來 我就一直跪著 跪了好久 我看到我們恩師商人 兩個眼睛 泛著眼淚 直到我今天 我都還在記得 恩師商人救我 一家的點點滴滴 那種悲怨 我可以很深刻的體悟到 記得 還有一次 恩師商人 就加持了一本地上經 那時候小孩子已經很危險 就加了一本地上經 叫我放在小孩子的床頭上 然後呢 有一天 小孩子就同言同語的 他突然又 身體又比較好了 然後就說 吵著說 爸爸爸爸 那個地上菩薩 昨天晚上 從地上經裡面出來 給我摸摸頭 也有加持了 他不會講加持 他都講摸摸頭 我又活過來了 然後他又說 另外一個地上菩薩 又來看我了 又給我摸摸頭 好 其實 還有好多次 後來呢 有一次 小孩子也是很辛苦 那恩師商人 就叫我說 到山上去 那時候已經是 2003年的12月了 剛好是地上菩薩安座 那時候小孩子好辛苦 其實他已經 發燒拉肚子了 講到這邊 我就想到說 以前啊 在鄉下 在吃眾生的時候 為了 要滿自己的口腹 把那個捕來的魚啊 大魚啊 就用水把它灌 把那腸子清乾淨 當我看到我的兒子 他拉肚子拉到不行的時候 那個跟我在灌那一些 用水灌那一些眾生 不是一樣嗎 我就好懺悔說 怎麼跟地上經裡面寫的一樣 真的是 就是 殺生喔 會有那個短面爆 然後 王埔身處呢 會受到骨肉分離爆 我那時候 只能哭 我不曉得怎麼辦 然後呢 醫生也是 一樣又發了便為通知 可是呢 我就想說 我太太就不想讓我說去祥德士 她說 小孩子都要死掉了 你去祥德士就看不到小孩子了 然後呢 就那一個晚上 我就做了一個夢 就一直夢 夢裡面就一直拜了一尊地上菩薩 但是我看不到她的臉 這個山上一直蜿蜒上去 我就隔天早上起來 枕頭棉被全部都是濕的 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那我還是蜿蜒放下 到山上走一趟吧 那我就到山上去 去完潮山以後 上面看的景象 就跟我夢中的是 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潮完山回來 小孩子也就 慢慢慢慢的 又比較恢復了 其實說 我知道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好多 好多的 這個事情 我小孩子那時候 在做安寧 準備做安寧治療的時候 那時候血液檢查的時候 其實血小板只剩下1000 他的血色素只剩下2.5% 他的排血球 全部都是分類不健康的 沒有辦法抵抗病菌的 但是當醫生 從林口的一個醫院 轉到淡水的一個醫院的時候 那邊的小科醫生說 這個小孩子 求生醫治非常的強 真的是奇蹟 真的是奇蹟